因疫情升溫 政府機關也提高防疫警戒 今天起到六月八號 立法院跟行政院 全面暫停民眾參訪 立法院內會議限制人數上限 落實實名制要戴口罩 行政院則宣布六都首長不需要 列席行政會議 一大早進入立法院群腺肉之前 要先用紅外線熱像影量體溫才能進入 進入會議事前落實實名制登記 電梯內也畫好隔線 提醒民眾保持距離 本土疫情升溫 立法院嚴正以待 提升防疫警戒第二級 五月十二號起到六月八號 立法院暫緩民眾參訪 各會議室人數上限五十人以下 群前樓九樓大禮堂維持在八十人以下 室內落實實名制禁止飲食 我們看立院的同仁 已經開始戴起手套 有些還會戴起眼罩 所以做到滴水不漏 禮拜五又會 有真理的都不要處理 不能表決 連工作人員連媒體 加一加超過一百人 萬一立法院爆發情緒感染 那怎麼辦 由立委則憂心 每週二五的立法院院會人數恐超過市內百人規定 此外中央部會也高度警戒 行政院宣布暫停民眾參訪 為了降低交通往返風險 本週起到六月八號指六都首長及不在北市的部會不需列席行政院會 為了嚴防群聚感染 國防部也全面暫停十二號起到六月三十號的後備軍人叫招訓練 目前執行中的叫招提次仍繼續施行到解招日為止 機械車輯王的新台北報導 TV 陈 Wouldn't It It You